2020年5月25日复活期第七周星期一尼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,现在你们相信吗? 《若望福音》16章31节 分享 耶稣完全明白人,因为他是天主,他创造人,人本来是他的肖像,有完全的自由 耶稣知道,人有了自由,就要作出负责任的选择,才可以得到平安 即使和耶稣一起生活了三年多的中途们,他们常常表现出忧虑和不安 举例说,耶稣和他们一起在船上,但当遇到大风浪时,他们惊慌怕死,所以耶稣在平息风浪后,问他们的信德在哪里 我们和那帮中途都是差不多,听到耶稣说人生必有苦难,不是也经黄失踪 尤其是当人按天主的意而生活时,魔鬼和他的爪牙必要来逼害这些人,我们也黄恐不安 所以,我们也该问问自己,现在我真的相信耶稣了吗? 相信在他内才得到平安吗? 相信作基督的追随者在者由魔鬼掌权的世界上,必要受苦难吗? 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死,以战胜了这邪恶的世界吗? 若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圣言,他讲的一切,又相信了,即使在患难中,暴风雨中,我们只要在耶稣内,我们就有平安,因为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 若望福音16章29至33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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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欲在厄忽所遇到一些受了若汉的悔改洗礼的门徒时,教导他们该受耶稣的洗,领受圣神,作耶稣的门徒始得天主的生命 相信耶稣的圣言,在圣神内生活,才有真正的喜乐平安 中途大事69章1至8节 天父,求以圣神的德能,光照我们的名誉,使我们心切领会你的旨意,并能忠诚地勉力进行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,阿满,罗佛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